其實我選擇的全部 幾乎我們看到就是2021年選擇了 另外一隻就是第一拖駭機 近期到處推近38號 現在到4元以上這些位置可能遲了一點 看有沒有機會4元以下再去吸納 在炒的東西和去年幾乎那麼多 去年試過無端到年底的1號文件 炒到上去5、6元的位置 純粹copy整個狀況 所以這隻就慢了一點 就是一個分駐吸納的認識 時刻分一駐在這些位置買 第二拖可能落到3.8或者3.9這些位置再去溝貨 可否重複一下詳細一點 為何你這麼看好就是一拖呢 其實我圍繞著ESG概念 就是說你這一刻我覺得你買東西 只要以一個中線的策略為主 ESG分三類型 大家知道有一個基本概念ESG說什麼 因為說對環境 因為說它的企業本質 對社會上整體的影響 排放方面老實說 第一拖拉機應該都沒有什麼幫助 很憧憬的 你現在做的那些重型農機上面 用一些環保電動的農機 是有這樣的消息 但是實在畫都沒有一撇 不要這樣強硬畫出來 但是你說在社會責任上面 或者企業本質上面 公司在這方面公佈的資料上面是OK的 特別說你始終農業 都是說未來內地發展的大趨勢 之前說內地會找些什麼 一行民意一定走不走的 要扶持農業上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偷步炒氣 所以這些位置就只是高值博率 升上來這些位置破壞才去追 就變得有點不吸引 所以你就分量出來賣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之前我在上星期推的那段時間 就是跟進去的 我那時候推到那些三個八座而已 那這些位置就等息糊了 但是其實那個道理 我們推的時候 我們找回這段時間 幾乎真的跟2021年年頭那段時間 或者2020年年尾的時候說法 是一模一樣的 主要就是你找一些長時間 可以持續發展的東西 你覺得那個辦法始終是受惠的 今年炒過的 2021年炒過的 你就把2022年再炒回多次了 但是當然如果有些東西 好像在說之前的新能源 或者航運 今年升了很多上來 又不是回歸氣暴點 那你判斷一下 那個行業基本面上 能否支撐到它的股票狀況 但是之前說的那些股票 都不是特別貴的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炒 是的